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今天国内三大运营商正式上线了5G套餐 并将于11月1日正式取用 其中中国移动分为个人版和家庭版 个人版起步价为128元每月 包含30GB流量和200分钟电话 家庭版则是两人共享月租169元起步 共享30GB流量和500分钟电话 同时还包含一根100兆的宽带 中国联通的资费则是129元起步 包含30GB的流量和500分钟的电话 同时支持加入两张富卡共享每张月租10元 至于中国电信其月租起步价格也是定在了129元 包含30GB的流量和500分钟的电话 与中国联通基本保持一致 但中国电信针对此前预约的老用户 提供了6个月的7折优惠活动 相当于每月最低仅需90元 即可享受30GB的流量和500分钟的全国通话 那么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 你觉得哪家运营商的5G资费比较实在呢 对了开了5G套餐5G手机肯定是少不了的 目前包括小米Vivo iQoo等国内多个厂商 都已经推出了自家的5G手机 华为最新的Mate 30系列5G版 也将于11月1日正式开售 该系列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 支持了NSA和SA双模组网 如果你正打算入手一款5G手机 那不妨关注一下 昨晚大疆正式发布了一款 全新的无人机产品 域Mavic Mini 这是大疆目前推出的质量最轻 体积也最小的无人机产品 据官方介绍Mavic Mini机身重量仅249克 相比现款的iPhone 11 Pro Max只重了23克 折叠后可轻松装进随身背包 便携性很棒 在参数方面 Mavic Mini配备有三轴云台单次续航长达30分钟 同时支持自动返航功能 即便是在电量不足的情况下 Mavic Mini也能自动返回起飞点 这一点还是非常给力的 而在拍摄方面 Mavic Mini提供了1200万像素的航拍镜头 该镜头采用1.3英寸的SAMOS传感器 支持录制2.7K30帧1080p60帧的高清分辨率视频 至于价格 这也是Mavic Mini让大家觉得真香的地方 其标准版售价2699元 包含一块电池 一个遥控器 一对备用奖页等配件 唱飞套装则是要更实在一些 定价3399元 包含三块电池 三对备用奖页 双向充电管架 全向奖页保护罩 充电器 以及配套的收纳包 性价比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如果你也有计划入手一套 那我个人建议你购买唱飞套装 毕竟单独购买一块电池 都需要299元 所以你心动了吗 在移动运营商公布5G套餐资费之后 OPPO方面也正式确定 将于12月份推出OPPO品牌的 首款高通双模5G手机 此前OPPO副总裁沈一仁 曾表示真假5G手机之说 纯粹是被炒作 同时沈一仁也给出了 有关5G手机选购的建议 首批5G手机最好买集成SoC 因为从功耗上考虑集成SoC 还是有优势的 另外他还提到5G手机 最好选择双模的NSA和SA都支持 显然此前的言论 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OPPO的 首款双模5G手机做铺垫 只是被一些人错误的解读了 至于手机 据了解高通全新的5G移动平台 将集成5G基带 而非现有的外挂形式 该平台是高通的首个 5G集成移动平台 基于7nm供应制程打造 支持NSA和SA组网模式 从OPPO预告的时间来看 差不多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感觉朋友可以关注一下 此前有消息指出 华为内部正在计划 推出一款全新的平板电脑 当时大家都以为 新机会以MediaPad M7的身份登场 不过现在有爆料达人 给出了一些新消息 消息中提到 这款平板实际上叫做MadePad Pro 同步放出的还有一张渲染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 新机正面采用了超窄边框的设计 除了打孔屏之外 整体看上去与新款的iPad Pro有些类似 另外该平板的尺寸 大概在10到12英寸左右 可以配套使用键盘和手写笔等配件 至于配置综合此前的消息 来看新机将搭载70990处理器 提供8GB的运存 256GB的存储空间 同时还内置有一枚 6000毫安时代大轮的电池 以提供更为优秀的续航体验 关于这款平板的上市日期 目前还没有准确的消息流出 对安卓平板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说起联想 关于其手机业务 貌似已经有挺长一段时间 没什么动静了 现在手机不动 网上却提前曝光了 一款来自联想的平板产品 该平板的型号为Lenovo TBX606F 上市或定名为联想Type M10平板 其配备有一块10.3英寸的显示屏 预计分辨率在1920x120级别以上 搭载一枚八核心的处理器 但效益中并未提及 这枚处理器的具体型号 内置4GB的运存 364或128GB的存储空间 是否支持内存卡 目前也还无法定论 但按照第一代产品的设计逻辑 新机支持内存卡的可能性 还是比较大的 新机出厂预装安卓9操作系统 预计很快就会正式与大家见面了 那么问题来了 手机卖不动出平板 大家会考虑支持一下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 好了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淘宝所有关键词 Vager新选手机好配件 等你来聊 当然别忘了扫码 关注Vager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更有趣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